哈嘍大家好,我是阿謙 今天呢,在影片開始之前 我想要問一下大家知道什麼是VCON嗎? VCON是一個每年會舉辦一次的活動 今年我們去參加的是第七年的VCON了 這個活動會把全世界同樣熱愛Youtuber的人聚在一起 你可能會覺得VCON就像是一個大型的粉絲聚會 但如果你換個角度 參加VCON的人大部分有八成都是小型的Youtuber 而且大家最主要都是來學習觀摩的 VCON會邀請很多不同國家、不同類型 但是訂閱數同樣都是破百萬的Youtuber 進行講座 超過上百堂講座給大家自由選擇 除了分享自己成功的經驗與成為Youtuber的改變外 還有Q&A給大家自由發問 來到這邊我們也學了很多 也啟發了更多的想法 也謝謝Google給我們這個機會見見失眠 那麼大家聽完都應該知道什麼是VCON了 嗎? 我跟著我們是VCON的會場 早安 早安 我們來到了VCON的會場 那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去拿我們的...票 你剛剛早餐有吃飽嗎? 有啊 900塊的早餐 哈嘍 我們現在人在Vcon了 我們現在在Vcon的二樓 是專門for creators 所以現在這裡的人其實 並不會很多 就是專門for creators的 那剛剛在一樓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 想必大家有看到 那我們等一下下一場是九點半 九點半的時候是Sideshow 就是來教我們實驗的東西 那一沙貝爾不見了 他剛剛在這附近 他是今天要來帶我們的為Youtube的夥伴 小天使 他是我們的天使 沒有他我們應該會在這邊迷路 然後找不到路可以走 找不到回家的路 Yup 哈嘍大家好 哈嘍 哈嘍 我們剛剛聽完了第一個演講 你覺得怎麼樣 剛剛第一個是Sideshow 是一個團隊叫做Sideshow 用Google運動來分手 這真的還蠻厲害的 他們剛剛有提到 而且 剛剛還有人發問說 你們是不是有做什麼Schedule啊 然後來排成你們的任何事情 他們說 喔沒有 這個會是個好計畫 看來他們是一個比較Free 就是FreeStyle 就是他們可能 這邊拍完之後 先跟大家講一下 他們分成還蠻多區塊的 有負責錄影的 有負責 後製的 然後有負責做片頭片尾的 然後都有各自的分工合作 其實真的還蠻累的 你都聽得懂喔 大致上 我有講錯嗎 沒有你沒有講錯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大致上 大致上聽得懂啊 對啊 還不錯吧 我們等一下下一場呢 是要去看 第一個叫做 怎麼經營自己的團隊 讓自己的團隊更團結 然後我們等一下下一場的演講 大概在11點 也就是半小時後 那我們等一下見囉 掰掰 但是她告訴我 別擔心 別擔心 你的時間 嗨阿神 哈囉 嗨 剛剛 哈吉妹訂閱我的頻道 真的假的 真的 你覺得很爽嗎 爽 爽到要飛上來了 爽到我都長高了兩公分了 爽到我都長高了兩公分了 這個就是一塊美金 因為它是一個quarter 四分之一 對四分之一 不少還是藍色啊 應該是被人家染到了 但對 然後有一個長得跟這個 很像很容易搞錯的呢 是這個 這個叫Niko Niko 它是五分 五cent的意思 你會看到它這邊又是 二分之一的意思嗎 五毛錢的意思 五毛更少 對 然後有一個很奇怪的 很小很小的銀色 那個是10cent 你有嗎 10cent 這個叫Dine 這個就是 這個 十分嗎 我不太知道怎麼翻中文 但是 十個cent就是 十毛 十毛 十毛五毛 最時髦就它了 最時髦的 最時髦的 誒有有有看到 現在是剛剛不會在錄影嗎 對對對 剛好這個位置 太丟臉了 可是我指甲很醜 好 十毛 然後 然後Pennie一毛錢 然後Niko是五毛錢 五毛錢 這裡面最貴的就是這個 四個就是一塊錢的那個 喔 褲子 喔 褲子 沒錯 Isa的那個 零錢教學時間 有有有 你學會了嗎 阿神? 學會了 我會用這個錢 哈囉 我的名字是Markiplier 我會賺到 我會賺到 小花 你可能還要 在這成立是 你一定會賺到 這樣子結束 哈囉大家好 卡千現在我位於 美國的一家超市的地方 我剛去買了一個 Sabway 我現在來到超市 我可能會買一些水回去 他們這邊超市賣的東西 非常非常多 可以看到 連娃娃 卡片啊 然後還有賣衣服 然後後面還有賣化妝品 這邊有超多的化妝品 台灣家樂府的概念 然後我等一下可能會買一些水 然後買一些餅乾 因為有個小配方他又想要睡覺了 奇怪耶 現在才晚上七點就想睡覺了 是想怎樣 好啦 那我等一下買東西的時候 可能沒有手錄影 就大概拍一下這邊超市給大家看 哈囉大家好 我是剛剛從超市回來 又睡了一覺 又喜歡找的阿錢 現在是美國 我們在美國的第二天 現在大約是晚上12點左右 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幫阿神買了什麼晚餐好了 如果你剛剛有看前面的話 你會知道我買了一個subway 在這裡 然後我點的是 意大利 然後呢 我還買了一瓶很大瓶的水 你們有看到嗎 因為在這邊一瓶水要4塊錢 真的不便宜 所以我就買了一罐水 這一罐水 我沒記錯的話才兩塊 然後呢 這個是我剛 要結帳前看到的一杯飲料 它有點像是果汁 然後我還買了一個餅乾 還沒開起來吃喔 餅乾 然後呢 我還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 就是我買了兩個這個 優格 一個是草莓口味 一個是 爛莓口味 但是重點是 王娟然忘了拿湯匙 OK 然後第二天 我們應該 就到這邊做一個結束 然後有人居然還在一直睡覺 他每天都在睡覺 他不睡覺會死掉 那明天也會拍很多很多的影片給大家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們明天見 掰掰 如果大家還喜歡這一集Vlog 別忘了幫我點個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我愛大家 掰掰